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谍战题材的隐秘是外在的一眼便知 要破获的是设置好的剧情 观众享有局外人的优越感 而审美的隐秘却是真正的内在制作密码 要破获的是幕下制作者和官剧者 正共同享有的审美心理 这就是此山中局内人了 立足扎实生活的亲情友情 为谍战剧的硬实力增加温度 隐秘而伟大是一个以谍战为表 实质魅力在于言情的复合剧 亲情友情和爱情都是立足于扎实的生活现实 深挖人心人性 哪怕小小的细节也会生动活泼 深刻传神 笔者愿意将它定义为南派谍战 并非是大波大蓝 大漠狂杀式的冷峻正剧风格 而是江南园林市的一步一景 以人情的细腻和金字小巧的审美取神 以一双皮鞋 两条咸鱼开篇的一二级 宣告了小乔流水人家的精致典雅风格 顾耀东职场小白家里的暖宝宝 长者眼里的傻木头 以傻白甜的瞪大眼睛而我见油帘 得到众多女人的呵护和众多男人的戏弄 她的基本活动场所就是家弄堂行政二处 其实都是皆可为家的 恋爱专家姐姐生活专家妈妈 励志专家妈爸爸 这自以为是的一家 各个是元气充沛 兼具骄傲的派桶和小算计 时时啼笑皆非 而又温馨可爱 弄得处处实戏 那些抱怨唠叨 自作聪明 个性鲜明 虽然境界格局小 却是全剧最有魅力的聚合 即便别的什么情节软了下来 一旦镜头转回到这一家子 气氛就立刻活跃灵动了起来 杨离子就喷发肆意 堪称是剧情拯救和元气复活的基地 弄堂里虽不眠有小市民的口角 但是总体还是有爱的 为帮助杨一学家 顾家一家人买了一大堆的奇菜 面对一大堆的奇菜呢 既地窍皆非又问心软人 甚至后续还要送奇菜饼 把这小小的道具的戏给吃足了 杨一学对女儿 犹如是卖起的礼物一样 卑微的爱 又是一双小皮鞋引发的决案 激发出了淋漓的有爱和徒仇敌看 这里不是四十同堂那样的 北京深门大院 而是上海市民动堂 是赛眼上海屋檐下的冷暖和骄傲 行专二处这帮职场混子 对顾耀东一副自家的孩子不打 不爱白不打 却绝不容许别人染指办好 用他们粗鲁的爱维系者和一处的站好 演绎着各自的个性 对于职场小白戏弄归戏弄 毕竟她还是众人眼中的孩子 以成人的要求看处处不及格 以孩子的标准那就处处优秀了 值得扶持 本质淳朴善良 踏实坚韧 虽然冒失 却也是展示着一根筋的勇敢 没发光的筋子 所以顾耀东能够在随时被开除的边缘 却屡屡迎来了戏剧化的转机 从戏剧效应来说 这样的一根筋简直就是喜剧的标配 再加上另外一个半大孩子 赵志勇 一对棒锤对成人世界的窥探和自以为是 是法宝的总结 结成了那些幼稚的友谊 棒锤的故事 无论它是开枪还是开花 或者是继续锤打 都是故事 对成人世界说孩子话 那是童话 诚挚温馨 朴卓可爱 钟摆明 这个是真正扭转整剧气氛的角色 阴险狡猾 虚情假意 都是之前不具备的 相比于钟摆明 对门行政艺术的坏人们 都显得有几分可爱了 之前反派们对顾耀东的那些折腾 都基本是不加掩饰的 其实呢 也就是简单化的 虽非正人 但是还算是职人 王科达 杨奎 都算是比较纯粹的坏人 甚至王科达之死 也就像潜伏里巴的李牙之死一样 令人感慨 一步三个坑 在赵志勇之里呢 已经是初步体现了 艺术的敌人 让顾耀东成长 而钟摆明了 却让赵志勇毁灭 孩子对成人的拳击 何其虚弱 而偏偏顾耀东 能够化险为夷 就在于他始终 有孩子的一面本心 而赵志勇呢 却在孩子的面孔之下 穿了一颗 成人世界的庸俗之心 这是成长故事的根本对比 丁放 其实呢 也是一个童话弦的人物 只是他和赵志勇一样 都回归到了成人 俗世 逻辑 如同他给赵志勇的 一耳光一样 他也变成了 他厌恶的世界的俘虏 成家审美消费任务的爱情 让情感剧的 软实力大了折扣 倒是爱情戏的展开 有问题 童话世纪的爱 简单可深度是不够的 所以必然会要踏出来 那么真正的成人世界的爱 那就是夏季城和沈清禾 夏季城的神人世界 三件套 鸡腿 马匠 牙签 全都是套路 除了挤到伪装为胸无大事的 俗人作用以外 这些也都是收买人心 四处解网的职场技能帮 除了作为情感剧的顾佳支点之外 全剧作为叠战剧的魅力 支点就在于这个白话的身上了 他展示出成熟男性的魅力 深沉而不失活泼 有不动声色解决所有问题的能力 又还具有人间的性情的温情 但他的定位只是男二号 在他调走而让位于顾耀东的几集里 剧情就黯然失色了 幸亏顾佳活保团的旧场林丹 还可称一称 等待顾耀东的转型 由儿童转为成人角色 甚至来顶上恋爱的男爵位置 也来接踢到英雄的预留光环 尽管这些明显是有点牵强的 如果说夏季城沈欣和那里 是英雄美女模式 那么沈欣和顾耀东这里 就明显的是面临着 审美趣味的待机转换 变成了女强男弱的 新的想象范式 夏季城沈欣和那里的武戏 换成了沈欣和顾耀东这里的文戏 才子佳人的传统消费 悄悄被替换为了财女小生的新都市消费口味 夏季固之间要完成的不是三角戏 而是情感戏的待机传递 夏季城顾耀东这里有明显的 师徒辈分的差距 排除恋爱任务名分的牵强和年龄差距 那沈欣和顾耀东之间 如果不算布伦之情的话 勉强能够算得上是流行的姐弟恋 这就是该局非要复合转型 要在消费人群当中大小通吃 雅俗通吃的野心 古典的英雄美女的模式 现代的职场恋爱模式 以及后现代的小帅哥女追男 连接这几大范式转换之间的功能 借尔全都靠一个男主成长剂来解决 而从角色定位上来说 一个呆萌的儿童角色 如何能够承担女性的仰慕呢 这就是这种范式转换的内在牵强了 沈欣和其实是要在夏季城顾耀东之间 承担移情别恋的情感伦理矛盾 更要在几大审美消费范式当中 担当着截然不同的功能性角色 要承担审美消费范式代际转换的中轴模型 英雄美女模式中的柔弱崇拜者的功能配角 才女帅哥乃至是节弟恋中的强势教母 夏季城走后还要承担到顾的领路人的功能 神顾之间的情感尴尬为行 实际上是这种审美内核的尴尬 这种尴尬如同是强迫老王老英雄 缠了之后还要皇后和皇子 发展出新的爱情和传奇来 顾沈之恋 除了顾家人的启哄 编剧借着革命任务之名实行的 审美消费任务之外 与两位主角当事人来说都是别扭的 顾无法接受这个王后和教母成为恋人 沈无法接受这个儿童和教子成为恋人 这就导致了在夏季城调离南京之后的几集里 剧情面对着硬着陆的尴尬 前面为了给夏季城的戏份空间 不得不把顾耀东的职场小白养成继 慢思条里的铺陈炎瘫 众人简直就像是扶刘阿斗一样 等待着他的成长 而他也皮鞋而咸鱼 而陈县明暗 而墨干山 而阳医学暗 众人是扶了又扶 他是长了又长 可总还是一副瞪大眼睛的呆萌样 反反复复的 而现在又突然间要变速换挡 急速的向男人男子汉转行突进 乃至不得不以愣头青的 笨手笨脚和冒冒失失 就要去偷钥匙 就要去进阶现实 并且就成功了 除了蓄势节奏的周变 有些前面的风雅精致风格 当然还有谍战剧的硬实力顶上接力 不过情感剧的软实力 却就打了折扣了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笑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